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阮实力MIT 好阮实力MIT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她应该是才女多余美女 当然也是非常有艺术见爽力 跟气质的美女 最近的周丹威在做什么呢 我们请丹威告诉大家 大家早安 周小姐早安 我们俩乐性周围 其实我们俩是邻居 因为我记得你妈妈 妈妈不姓过是 祝她在田志玲安好 她也是高手 就是住在中小动路 恭喜你 几年不见 你投入了琉璃艺术 而且已经发展出场白了 你真的是非常有 这个人生的事业的坚持力 不是 我觉得一个人生 每个人的人生 其实长度我们没办法去预估 因为都交在我们的上帝手上 可是这个宽广度 可以自己去创造跟开发出来 我觉得人生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可能会去思考一些问题吧 对 好 这个琉璃艺术是你的人生的事业的第几春呢 哎呦 好像 你是摩特尔出身 对摩特尔出身 然后拍戏 拍电影电视 完了之后就做花店 对 那花店在那 就是在华山文创的对面 对对对 非常有名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花店完了以后就做生计 生计产业 做这个B型肝炎的宝肝的药品 这已经做快二十年了 快二十年了 然后这个期间呢 就发现自己好像 每天如果在那个很枯燥的那个 这个药界跟数字之间 觉得很没有 很没有趣味 那因为 因为自己喜欢花艺嘛 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那就接触了很多的花期啊等等 所以因为每年那个时候 在花店的时候 我都会到欧洲去学习插花 那就特别对于欧洲东西 有一些特殊的感情 那所以说当我知道了这个 我们的我的老师 安景显态老师 他是在日本是一个琉璃大师 他是你的 本来是你的插花老师吗 不是 就是琉璃老师 就是琉璃老师 他非常非常的 他的作品是非常的精彩 然后他的颜色色彩等等 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 所以是你去拜师的 对 安景显态 所以你们现在是师生连展 对 现在是师生连展 在这个艺术平台 再见我南路 再见我南路 206号 各位 你的琉璃作品 跟我们印象中的琉璃作品 不太一样 我必须说 我们大家背 杨卉山跟那个 当然 还有另外一位 这个给一个强烈的印象 这琉璃作品嘛 对 但是你的琉璃作品是 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这个 感觉 感受对不对 对 这些都是你的作品吗 对对对 你自己 自己做的 自己去在窑里面烧出来的 各位那是高温啦 我没有看到你的照片 那个很恐怖 那个很恐怖 那个一千多度的高温 是 然后 室内的温度是六十度以上 所以你这些作品学了多久 一直到现在总共多少 你决定要去学琉璃艺术 是五年前 五年前的时候是我自己开始在 只是好玩而已 完完全全没有想说我今天要做个什么 我只是觉得好玩 然后其实在做琉璃之间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在烧制的时候 在制作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火焰 那很奇怪的是 我很喜欢享受火焰在我手上跳动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只是好玩 那当我接触到了我的老师安景显泰先生 他的作品了之后 我就发现 哇 怎么会有一个琉璃的制作的这个作品出来 会这么样的漂亮 因为他把所有的颜色加入在一起 然后呢 他可以把颜色之间那么样的不冲突 实在是太漂亮太漂亮 那你也知道我们常常 我们可以到意大利去看到很多的琉璃展 对 那意大利的琉璃跟他的琉璃又是不一样的 那我就心想怎么样的 怎么样才可以烧制出 吹制出来这么漂亮的琉璃作品 我就去拜师 这个老师呢 也三次 第三次才答应我 收我这个学生 那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做琉璃的作品 第一个是需要心很近的 第二个就是说 他是需要长期的不断的磨练跟学习 人家讲说这个 你才能够熟能够生巧 那他觉得我的职业跟我的工作关系 都不可能这么样的持续跟长久的做下去 所以他认为说 他如果收我这样的学习 他是在浪费他的时间 所以呢 所以我就 但是我还是没有死心 因为我觉得 实在太美了 太漂亮了 那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当然我现在离老师的境界是差很远很远的 老师已经几十年的经验 那但是我想说 不死心嘛 我就一直跟老师讲 然后最后我就答应老师说 我说老师 我说如果 你所concent的这个问题 我说我一定能够遵守 就是我一年之间 我绝对不接任何的工作 我就专专心心的 从扫地开始做你的学生 是在日本还是在 在台湾 老师是日本跟台湾两边走 因为他在日本也有学生 也有他自己的琉璃工坊 那所以说我们就 他回到台湾的时候 他在台湾是 现在时间待的比较长一点 所以我就跟着他一起学 所以你有一个 烧窑的琉璃窑在哪里 对在中立 对 哇 还要跑到中立去 对对 然后一年 怪不得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你 对 原来你的人生就从这个 浴火凤凰的 进阶当中 就非要出一个琉璃之美的 周单位了 谢谢 你今天带来的这三个作品 就是你的作品 而且呢 这些是今天有这样一本小册子 也是这个单位的 这是你所有的作品啊 对对对 那你真是 你的生产力也很强啊 也没有耶 这也两年之内了 你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刚才说的就是 其实我也访问过这个 慧山啊 这个跟张艺 我也过去也访问过 王小军先生啊 这个在台湾 大概就他们两个人啊 是琉璃艺术 是非常非常的 具有他们的一定的地位的 那单位他自己呢 这个在这个领域里面开始 走出自己的天地 以你的呢 境界跟你的努力 我相信你的品牌 应该很快 就会有一个 这个一席之地 所以这是你的品牌吗 对对对 我的品牌叫做古艳琉璃 那上面是一个我的签字 那所谓的古艳琉璃 就是因为 因为我自己个人 我很喜欢金银箔的东西 那金银箔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制作 跟烧制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很多 不安定的时候 所以在制作的时候 上面也会有一点点困难 那在古时候呢 尤其是在战国时间的时候呢 它有一种 溜金跟溜银的一种功法 那我觉得可以把这样子的功法 运用到这个炊制的流理里面去 所以那焰就是火焰嘛 我刚刚讲过了 炊制玻璃上面来讲 它少不了的 就是火焰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古艳琉璃 好 而且在琉璃艺术里面 她在台湾又出现了 这个一个令人惊艳的作品 跟创作人 她叫周丹威 周丹威小姐 她在琉璃艺术当中 从火焰里面找到美 其实跟她的人生也很像 这个人生历经了非常多 不同的这个 际遇跟不同的变化 但是她始终活得美又优雅 从她的身上 你大概也可以看到 琉璃的整个的过程吧 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从 火里来 水里去 水里去 然后 在美丽当中 去感悟人生 我们进一段广告了 请单位来介绍一下 今天带到现场的 这个是香水瓶吗 对对对这是一个香水瓶 这个是 这个是我称它为冠冕 冠冕 因为我觉得 它可以当成什么 它可以当成花器 我好笨 没有没有 问的问题 有点 因为每个人都会对 都会对它质疑 你知道吗 其实我在做发想 我以为一个大的蜡烛可以放上去 也可以啊 也行啊 这个是罗马柱 对 这是非常经典的罗马柱 因为我刚刚讲的 我特别喜欢欧洲 我怕的东西 而且它的颜色的美丽 它这个是 等一下 我们要进广告了 马上回来 周丹薇小姐的 古燕琉璃 这个艺术 她的新的事业 在她的人生 跟台湾的琉璃界的 这个达人的努力当中 又给各位一个新的不同的选择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周丹薇小姐的火焰人生 其实丹薇本身的人生就精彩 而且起伏 她是一位公众人物 非常的优雅漂亮 大家都知道 她的人生过程当中 不是非常的顺遂 但是她居然在 可以讲吗 应该是在五十几岁以后 开始学琉璃艺术的吧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人生每一个阶段 都是一个开始 对真的 每一个阶段 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只是看我们自己 要不要去掌握它而已 好 所以你说 你跟你的老师 这位日本的安景显探 这个琉璃大师 答应他一年 对 就乖乖的 在那边学习 从扫地开始 然后从洗 那个吹的 吹字的杆子开始 真的啊 对啊 真的 我现在特会扫地 真的 然后一年之后 终于感动他了 没错 然后呢 然后就是跟着老师旁边 一直学做他的 他的这个 所有的技法啦 还有跟老师学习 他的配色概念啦 等等这些 就出师了 也没有出师 到现在还是要 还是要 一直不断的学习下去 因为我们老师的技法 太多太多 这个安景显探 知道你在台湾是 名媛吗 做过模特儿吗 做过化电的主人 还是生技一行 这个事业的 这个老板娘吗 他就是因为他知道 所以他认为 我应该没有 这样子的恒心 跟这种 时间来这样子的 去做 很长久 很永续的学习 没想到你 征服了这个 安景显探老师 其实你也征服了 你自己啊 还好吧 我想 如果 没有办法去 说服自己的时候 我们也没办法 同时也没办法 说服别人吧 好 这个周丹威的精彩人生 我觉得应该写一本书 就是周丹威的 焰火人生 对不对 好 这个 你的古焰流离 这是他的新的品牌 焰是焰火的焰 对 那个丹威 他每做一件事情 他都这个 实命必达 然后做的完美 那我们也相信 你这个品牌 在你的努力耕耘之下 会有一方天地 你看今天 跟单位一起来的 有你的 这个 就是你的团队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有行销成员 也有公关成员 所以呢 也就是非常正式的 推出了你的 古焰流离的品牌 但是他产品 你一定要经得起 考验 竞争跟 对对对 没错 好 那你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就是说 琉璃的美 美在哪里 那一般我们外行的人 怎么看 像你刚刚 我刚刚这个很外行的说 这个是花器嘛 那我 我说可以放竹台 你看他下面这个 这个是金色吧 金箔 金箔 这个完完全全是金箔 那我们看到这件作品 我们的金箔 是烧在里面的 是 是烧在里面 那我其实可以 但是我的 我的这个颜色呢 是放在外面的 外面的一层 OK 那其实琉璃漂亮 就漂亮 它在它的金银 体透的感觉 它的造型 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 告诉各位听众 有一点就是 如果我们要去 买琉璃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看 它的后端 后端有一个圆圆的 有一个圆圆的 像一个 不平整的 一个凸起的地方 其实这个呢 就代表它是 手工制作的 是 对 如果是 如果它是 机器产品就不一样 对 它如果是机器 对 原来每一个后面都是 对对对 它会有一种 不同形状 不平整的感觉 但是这就表示说 它是一个手工制作的 如果它是一个 机器制作的东西 它就完完全全 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存在 那当然这个是 不一样的一个底座 哇 这个底座完全不同 对对对 这个底座 这个这么大耶 像这种是一体 一体合成的吗 对 其实在做这个 罗马柱的时候 有一点故事 就是说 我的老师 当时我在跟他做 研究的时候 我说老师 我想做罗马柱 老师说不可能 罗马柱的东西 大部分 绝大部分 它是需要模具 模型 才能够做得出来 他说我们在 垂制跟手工方面来讲 是有它的难度 难在哪里 对 因为它必须要去塑造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出来 然后呢 它的纹路的部分 是很难的 那我就很 因为我很喜欢花气嘛 玉寇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喜欢擦花 很喜欢花气 然后我又特爱 罗马柱的东西 我就不死心 我就一直跟老师说 我们应该可以来试试看 应该来可以试试看 老师最后也被我说服了 因为老师本身 他是日本人 那日本人的 他的传统的观念跟概念 就是他是一个比较保守 然后老师一直认为 在垂直玻璃上面来讲 他是以一个基础为 为一个基础 就是一个圆为基础 那在罗马柱上面来讲 他觉得这个是超乎于 垂直玻璃的 这个原则的 所以一直跟老师沟通了 沟通了以后 到了最后 老师也答应我说 好 那我们来一起试试看 所以才会有一个罗马柱的产生 原来老师以前 没有做过罗马柱吗 老师不喜欢做这样的东西 你还真的清楚于蓝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 所以这个你告诉我们 罗马柱 因为它一直圆 一直到它的底 而且它的颜色 是不同的 这个均匀的 那像这样的颜色 跟这样的颜色 搭配整个 你要先画图对不对 然后画完图之后 要去配色 把配色 配完色之后 开始 开始做 开始做 要做多久啊 我跟你讲 在这个垂直玻璃上面来讲 在每一件作品 其实它最难的难度 是在最开始的发想 从它的发想 一直到我们研究它的技法 跟它的整个的制作的过程 还有就是它的配色 你知道这个配色 给我很大很大很大的挫折 因为从以前开始 我自己所受到的训练 不管是模特也好 从后来的做帮一些朋友们 名人他们做造型也好 或者到我自己后来的插花也好 我对于配色这方面 我非常非常有自信 非常有自信 应该是 对应该是嘛 对不对 因为几十年的这个熏陶下来 不会也会了嘛 是不是 可是当我接触到琉璃的时候 我一加一 或者是蓝色加红色 它出来应该是紫色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色彩概念 可是事实上 所有的我们的原料的琉璃的色彩 进到了高温之后 出来以后 它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实体的经验很重要了 很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知道吗 所以我在这个制作的当中 我其实丢掉很多的作品 不需要 不要的 因为它跟我做出来以后 它的颜色 跟它的整个的色系 跟感觉 跟我想象的是不同的 所以这就是琉璃艺术 它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可以请教 琉璃艺术有门派吗 应该是有的 那我们怎么从外行人角度 怎么去看不同的门派 其实我觉得在 我们讲门派也好 讲艺术也好 其实它没有好与不好 它只有喜欢跟不喜欢 这是艺术鉴赏者的 这个唯一的抉择 你不要怀疑 你的眼光是 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 没有错 它只有喜欢跟不喜欢 那所谓的门派 我想是每一个人 他自己的一些概念 跟他所有在制作上面的一些 长年累积下来的经验跟心得 好那你这一次跟你的老师 安景显态 对不起讲错了 在建国南路一段206号 其实是在济南路跟建国南路 对在这个交叉口中间 很容易找 就在建国浴室附近 对对对旁边 那边有好几家艺朗的 对 在 其实在地堡后面 这样讲不讲清楚 一针见血 好那马上一分钟的时间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今天这个 这个是你的 这是我们这一次 做的流离的相关的一个作品 因为有厂商他们还蛮喜欢我的流离的 那他们就建议把我的这个流离的图腾 像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个香水瓶 是呀 这个香水瓶 海浪一样的 对 云还是海浪 还是其他的 我把它取名字叫红模仿 哦 跳舞 对 就像一个女生的裙子一样 旋转的女生 旋转对 那它的颜色呢 就是根据这个来的 所以有一条围巾 对 这是一个女生的披肩 那他们就 他们就认为说 把这样子的图腾 放在一个披肩上面来讲 也蛮漂亮的 所以这是在现场 对 在展览现场 对 有限量的卖 对 限量限量 哇 我们只有100条 我们只有100条 租单位的事业人 生堂这个火焰一般的跳舞 恭喜你单位 哪里 我们等待你其他的作品 大家去看他的展览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